军大的时候伤亡比较大 因为大的时间也比较长 不断了 伤亡比较大 就得病人不够 需要扩充 所以我开始精兵 抗美援朝 迫使新中国一代领袖 不得不暂时放下 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计划 因为在战争的炮火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 急需拥有更多的钢铁 去同用钢铁武装到牙齿的 美国军队进行殊死的降量 作为志愿军总司令的彭德怀 针对这场战争 曾说过一句颇有感触的话 战争不仅仅是打精神 打政治 打的还是钢铁 当时新中国的国防工业 还没有全面上马 改善志愿军的装备 其中的一条 就是靠全国人民捐款 从国外进口武器 就连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 也不得不为志愿军装备问题 费心操劳 是在1952年的 2月14号下午 小声令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空中打来的 说是毛主席要来喊您 那么这个时候毛主席就到了门口了 当时有小市领 小警广市领 刘岛省副政委 刘岛省副参谋长 他们三位统治了 把主席接到那个办公室 那么毛主席就谈到说 正好是这个参民元朝开始 那么国家的这个外汇 外汇人又很少 所以就不得考虑到 要担签这个大租 参民元朝 要把空中先搞起来 毛主席就说 说小声令 这个 不得海政的那个 1.5亿女员啊 还得你们拿出来 拿出来的 给空中 买飞机 抗命燃朝 急需要 所以你们那个海政的 这个 脏壁啊 问题的 还要特殊 这样子的 小声令啊 和那个 刘道森啊 那个洛乡兹 他们三位统治了 就表示 完全容赴毛主席的这个决定 照顾打击 海政的那个脏壁问题的 那个 可以退职 我们完全容赴 就这样 经毛主席准用于发展新中国海军的1.5亿美元 又经过毛泽东这次亲自上门 从海军划到了空军 用于抗美援朝战争 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兵医师 就是当年毛泽东筹款装备的第一批空军部队 但当时这支部队并不叫空医师 我们空医师这个番号的来由啊 有一段经历 空医师的前身呢 是空四次 空四次的前身 是空军粉尘势力 粉尘势力成立不久啊 由于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的需要 空军需要扩建 粉尘势力的一部分骨干 就分别分到 这个这些 部队去了 粉尘势力的老底子 留下来改成为空四次 空四次成立不久啊 就参加了抗美援朝 我们年轻的飞行员呢 在抨基斯飞机上才飞了十几个小时 最多的也是二十多个小时 那么美国的飞行员呢 有的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飞了一千多小时 一千多小时和这个十几个小时相比啊 我们从技术上察觉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年轻的飞行员 怀着最左的物比仍然 对美帝和主义的刻骨仇恨 在空中拼刺到 打出了军委和国委 创下了四个手创 并打下了每个王牌飞行员戴维斯 这四个手创的第一个手创就是 第一个打掉低机 开创了我空战的胜利 第二个就是夜间 就是在没有瞄准设备啊 或这个夜间打航设备啊 这种情况下 靠默示打下第一 第三个是近战前提 二辈子 第四个呢就是 打掉美国当时最先进的 美式装备 飞机 由于空四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打出了四个手创的战机 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誉 空四师战后被中央军委列编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师 一九五三年二月 当抗美援朝战争取代